我现在是在河北谭山 这里是谭山的人民医院 他这个人民医院和这个总牛医院是一起的 感觉很奇怪 这边是几种门 他也是一个综合性上级家等医院 可以说也是整个谭山最好的一所医院了 这边山下风味很浓 有牛肉面这些卖水果的 鲜花什么的 各种面 住宿啊超市啊药店啊这些 山下风味很浓的 我现在准备去他们食堂内部去吃个饭 看看在他们那边 内部能不能吃到优惠点的饭菜 这边有一个中国游镇 那边有很多住宿了 准备从这边过马路 台湾山的公交车 是否很很有礼貌啊 刚刚他都让我过来了 他这个医院站立面积不是很大 台湾山在整个河北来说 经济都是排第一的 他虽然不是省卫城市 但经济比石家庄要好很多 这边是发热门诊 其实唐山如果不经过唐山大地震的话 我相信他的经济会发展的更好 这边有公共卫生间的 他这个楼也是建的比较新 这边是门准通道 这个停车位也是非常紧张啊 基本上都是没有空位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一点钟了 医院要两点多钟踩上班 他们食堂就在这附近了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 哦他这边是有停车位的 这个车库 这边写着餐厅食堂 食堂估计是关门了吧 现在才一点钟了 尴尬了 本来要在这个食堂内部吃个饭的 结果关门了呀 只能是到外面去吃了 到这个外面去吃吧 这边有包子 我先看看吧 有没有那种连手快餐的 如果有连手快餐的话 那更好了 这边有葡萄 再来看看吧 住宿的挺多的 这边有一个非常大型的饺子 这边有驴鹿火烧 驴鹿火烧应该是 呃 糖酸的特色吧 我看到到处都是 有羊汤馆 感觉这边就没啥吃了 这边有这个陕西老碗面 我也不知道现在吃什么了 有点纠结 呃 这边是祖州的周瓶 这边有很多卖这种水果的 葡萄啊这些 青瓜1.5块一斤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快餐 它的里面是有快餐的 还好 有花生米这些 吃什么的 西红柿 那边是饼 咸菜 凉菜8元1盒 可以很大 你好 你好 这块钱怎么卖的 这个豆 这个是土豆吧 土豆多少钱一份 这哪里带鱼 蛋材饭多少钱一份 蛋材饭五块 打点这个凉菜 一盘八块钱 打点花生 黄瓜丝 豆角 干木 点了两个菜 一共是三个菜百项的女士 这个一共是8块钱 瘦的 然后这个是白粥2块钱 加的话也是2块钱 买了一瓶矿泉水 1块钱 他这个粥的话是不够可以加的话2块钱 19块 他这里还有卫生间的 这里的很好 刚刚已经是吃完了这个快餐 说真实话 这个价格让我很意外的 我以为其他地方的快餐 就是那种素的嘛 有3块或者是6块的 他这里最低是8块 不过好的一点就是他这个分量稍微多一点吧 但是整体上来说比其他地方的快餐稍微要贵一点 因为我点的是最便宜的 大家不要看我一顿只花了19块钱 但是我点的都是最便宜的 那如果说你稍微点好一点的话 至少就是30块以上了吧 因为那些肉菜都是19块钱以上的 米饭的话2块钱 如果你不够的话 要继续加 也是要钱的 要2块钱啊 对于那些分量大的人来说 那吃个米饭至少要4块钱 这是最起码的 甚至大的可能要吃3万米饭 因为他1万米饭要2块钱 反正我觉得整体上来说 不算便宜吧 好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